国内在发生虐婴事件 槟城一名一岁婴儿疑似遭到虐待致死 警方事发之后逮捕了9个人 包括婴儿的20岁母亲和30岁男友 并延扣他们3到7天住查 威中警局主任陈青山指出 警方在上星期六晚上7点左右 接到了来自施布朗在野医院的投报 院方表示接收了一名疑似被虐待的婴儿 送院的时候已经昏迷不醒 婴儿最终抢救无效身亡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把婴儿送院 男子声称婴儿已经失去知觉 放下婴儿之后就离开了医院 警方随后成功追踪到那名男子的下落 并在昨天晚上在威省 将包括他的所有9名嫌犯一网打尽 陈青山说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 婴儿母亲是在外出工作之前 把死者交给男犯照顾 主要嫌疑人拥有两项刑事前科 以及四项毒品前科 警方将会援引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展开调查 警方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